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记得在很多年前 我在一本杂志里面看到一篇很特别的文章 主题就是《一张看不见的照片》 这篇文章是记载一班香港的老师 去到柬埔寨马德望这个城市 一间盲人学校去探访一班盲人的学生 这班学生是因为地雷令到他们失明 总共有48位 这篇报道最感动我 和令到我最深刻印象的 就是他们结束了访问之后 这班老师和这班学生一起的一张合照 这张合照这班学生是不可能看到的 但是我们看到在照片里面 这班学生他们的面上的笑容 充满着感恩之情 他们很感激这班香港来的老师 带给他们的关心和爱 这班学生他们的肉眼虽然看不到 但是他们的心眼就非常明亮 他们看到别人对他们的关爱和尊重 我记得在圣经里面 耶稣基督都曾经形容 我们的眼睛 我们的心眼就是我们路上的灯 如果我们的心眼明亮 我们自然看到人与人之间 给予彼此的尊重和爱护 希望大家都可以 察量我们心中的眼睛 这样我们就能够看到 耶稣为世人带来的真、善和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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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